为了持续把台湾推销到国际 台湾观光局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纽约时报旅展 以2019小镇漫游年为主题 介绍台湾的30个经典小镇 10个客庄魅力小镇 以及4个国际漫城 这让在旅展的人士相当惊艳 请看我们纽约特派员王一如的报道 纽约时报旅展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旅展之一 为了持续提高台湾的国际能见度 观光局驻纽约办事处 以小镇漫游年为主题 聚焦台湾以及离岛的小镇风光 打造令人眼惊为之一亮的摊位 都把台湾列为亚洲最适合旅游 跟最适合居住的一个地方 另外The Independence 这个著名的媒体 也把台湾列为八大 要体验这个农历新年 必去的这个景点之一 所以说在今年呢 事实上也真的很特别 今天很特别 那今年是美国 台湾关系法立法40周年 所以这个法律呢 它事实上是规范了这个 美国跟台湾呢 这个双边实质关系的一个法律基础 大概就包括人民与人民之间的交往 People to people exchange 那这个部分就有关系到我们这个旅游市场了 所以今年呢 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啊 把这个2019年定位在美台旅游年 就是希望呢 能够透过这个观光 能够带动这个人潮 来彰显台湾跟美国这边双边的一个紧密友好的关系 这个展每年参加的人数非常多 大概有都可以突破三万人 有时候还甚至高达四万人 因此这是一个宣传通路来说 是一个可以直接接触到 喜欢旅游的这些主流的人士 因此我们觉得这是一个 很好很好的宣传的机会 我想我们今年主推的是 2019年小镇漫游年 所以我们整个展摊的设计就聚焦在台湾的小镇 那我们今年呢 推介了30个小镇 而且还有10个客庄小镇 以及4个国际漫程 那这一些的台湾各地的小镇 都非常具有独特的文化 自然以及美食或者是风俗 那这一些呢 都是非常非常好的旅游的地点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是印尼的摊位 那它展出的是印尼的国鸟 又叫做爪哇鹰雕 那每个摊位呢 都希望能够出奇制胜 能够吸引到最多的人 台湾的摊位 除了提供台湾观光资讯 和一对一资讯之外 还安排了具有台湾民俗的舞蹈表演 和其他文化活动 吸引大批人潮参观台湾摊位 我们知道台湾是很大的茶叶的产地 从平地到高山都产茶 因此我们今年的展摊 特别提供品语 品尝台湾的茶叶的这个平民的活动 那特别呢 我们也把台湾在50年代盛行的 仿制业盛行的时候 所使用的花布的图腾 设计成为书签的图样 然后透过我们身具有这个文化特色的书法 然后来帮外国人把英文名字翻译成台湾 写成书签送给他 那这个书签上头 还有我们台湾的Hotel Vesha的logo 那这样呢 希望他可以保留纪念以外 然后也常常看到台湾 然后有一天就会到访台湾 这次的旅展同时邀请了长荣和华航共同参展 并分别各提供一张台北纽约来回机票 作为活动的抽奖赠品 真可以说是大手笔送礼 从客家花布到小镇风光 台湾在纽约时报的旅展 可以说是备受瞩目 以上是东西新闻 黄松浦 王云如在纽约报道